今日湖南桃江寺中数十名学生感染肺结核 甚至有人被下达了病危通知 肺结核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呢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菌引起的常见慢性传染病 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最常见发生在肺部称为肺结核 肺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 但并不是所有结核病人都具有传染性 只有显微镜检查发现 痰液中有结核菌的肺结核病人才有传染性 医学上称之为排菌病人 他们是肺结核病的传染源 有了传染源 结核菌的传染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当肺结核病人咳嗽打喷嚏 大声说话时 把大量含有结核菌的微小痰磨排至空气中 健康人息露含有结核菌的痰磨就会受到传染 结核菌在肝道痰内可以存活6到8个月 粘附在空气尘埃中的结核菌 可以保持传染性8到10天 这意味着结核菌可以通过空气进行大范围传播 经结核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一个传染性肺结核病人 一年中可能使10到15人感染结核菌 肺结核最常见的症状为咳嗽 烙痰两周以上 有的患者会痰中带血 有的会出现午后低热 倒汗 胸痛 食欲不振 疲乏和销售无力等症状 肺结核患者在发现核治疗之前的传染性最强 而一旦开始治疗两三周后传染性就下降 因此及时诊治对患者来说康复较快 也会大大降低传染家人和亲友的几率 值得注意的是肺结核病不是遗传性疾病 不会传给下一代 不过可能会给职业选择造成影响 东新闻军查阅资料发现 参军 教师 公务员 甚至高考录取等 对结核病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新疆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